又打各位全文投資朋友大家早 封路老師其實我們看到現在大盤在壓下跌了32點 是誰在壓指數 我們以貢獻這個跌點來看的話 其實不是這個電子股 除了台積電小跌3塊錢之外 長榮陽明萬海今天的賣壓就相對沉重了 甚至所看到的長榮目前是暫時的跌破了所有的短期均線 再往下的話就是所謂的半年線的位置 所以今天的領跌指標反而是傳產股 原本早盤強勢的是在鋼鐵 但是鋼鐵目前也稍稍的比較強勢的 現在就反倒出現了掌跌互建的 在盤下的海光 中鴻 春雨 這幾檔鋼鐵股都在盤下 以今天這種輪動來看的話 似乎有一種買電子出傳產 有這種味道存在嗎 這個看起來非常的明顯 尤其是大家如果注意到前兩天 今天是這週的第三個交易日對不對 也是8月27號當沖實施新制的第四個交易日 但你有沒有發現過去這三天 我統計一下 光是這禮拜 禮拜一跟禮拜二 不管是長榮 萬海 他們這三檔的貨櫃航運 他們的當沖比率最低有58% 高的話高到75% 所以它的當沖比還是很高 還是非常高 可是這三天你來看前兩天都是開高走地 今天就比較嚴重 一開高之後立刻往下大跌 所以我說這個就是短線上 這個市場資金因為籌碼比較混亂 所以它先進去找尋 相對整理過後股價未接低 又是旺季的電子股 那你看到今天的台積電雖然休息 那聯電頂接替的創新高 但來到這個位置我認為相關的全職股 休息讓出空間 讓很多的個股進行反彈 甚至於往上創新高 我覺得是現在盤面的一個節奏 那我看到今天又是9月1號 那今天是一個很重要的日子 就是我們家所有的 大家家裡有小朋友了 不管是小學 國中 高中 終於要正式開學了 開學了真的很多家長 真的鬆了一口氣 因為小孩待在家裡 好久好久都沒有回歸正軌 對不對 今天第一天回歸正軌 結果大家有沒有發現 這一段開學的概念股 悄悄的很多人在創高 像2430的燦坤 這個個股 佑達應該還記得 我們其實在6月份 就跟大家報告過 對不對 當時候價格真的很便宜 我當時候我記得 那時候才在6月初 那股價才30出頭 我說你現在看到的這些疫情 還有就是在家上課 那相關的NB都賣到缺貨 當時候股價30多塊 這一波就走到40 到昨天創新高46塊 現在還是相對的強勢 那我覺得這些是 我們之前要先提醒大家的 你只有現在題材 剛開始發生了 去做卡位你會獲利 那但是開學概念股 也沒有機會 我覺得還有 另外一個就是 現在要振興國內經濟 是不是有個五倍券 那大概在9月中下旬 就可能會開始發放 那經過了一個統計 大家拿到五倍券 最先想要幹嘛 要去餐飲方面大吃大喝 已經大概兩三個月 都沒有辦法去餐廳吃飯了 那當然是想要去餐廳吃飯 那這個部分的話 我發現這個就會有題材 那當你要在 相對的餐飲部分的話 那你一定要加強什麼 防疫的一個準備 所以我今天幫大家找到這家公司 非常有趣 它同時受惠到五倍券的經濟效應 同時又是開學收惠股 這家公司就是 代號6164的華信 我為什麼要提到它 因為華信它其實 在這一段疫情發展的過程裡面 營收跟它的一個 整體的公司體質完全改變 那最重要的是 它創立的自由品牌 叫做Biolead 這有什麼玄機 為什麼跟五倍券 跟開學有關係 第一個 它是攜手精華飯店 打造Biolead365Care的 五星防疫的住宿環境 所以它透過它這樣子的一個 紫外光的一個 殺菌的一個設施 它打造了這個Biolead365的Care 的這個住宿環境 讓金華酒店 在整個防疫部分 大大的一個升級 那另外它也透過了 這樣子的方式 也跟新北市的北大高中 還有台北市的淮申國中合作 也要導入這樣子的一個房屋 那大家知道現在開學 大家所有家長最擔心的就是 小朋友要群聚嘛 你要吃飯要教學 最怕的就是疫情大感染 可是如果透過了這一種 用所謂的LED光的一個 光學的一個殺菌 那它當然就可以帶給這個 小朋友比較好的一個防護 所以這是一個持續 而且我認為是一個轉機 很大的一個機會 非接觸式的UVC紫外線的 抑菌技術 那這個不僅僅是用在光之外 它也用在冷氣 那所以我覺得這個是一個 現在很流行的一個題材 那你再看看它的股價位階 又很棒 為什麼 因為這一段時間 它其實已經在底部打了很久 第一 強過大盤 它這一波根本就沒有跌破季線 第二 它股價在今天正式的越過頸線 占上越線 那這一波的一個高點 從20.9拉回來的幅度 也沒有非常深 所以表示上漲的泰羅曼壓沒有很大 所以其實不太需要看 這個所謂的越線反壓對不對 我認為這邊壓力都不是壓 請大家注意 上漲的時候你要看的是什麼 上漲不看壓 下跌不看撐 那現在的一個指數 已經正式的站穩季線 我認為未來要在 這邊有任何的回測 它都是一個好的一個布局點 但你要布局什麼 你當然要布局現階段 那題材最好 而且未接相對 因為我覺得絕對價格便宜 那又是具備轉機 那我看到的是它跟誰 它跟清華酒店合作 它看到的是它跟新北市 還有台北市的學校都在進行合作 那大家都都是有小朋友 大多數的一個小朋友 現在要正式的開學 我覺得這會引領一個契機 那整體的獲利的部分的話 我認為它還開始進行好轉 去年是小幅的虧損 但今年已經正式的轉虧為盈 轉虧為盈的題材 一向都是市場上最熱愛的 所以前一段時間 你看它從7月份的12塊 一波攻擊就來到20.9 那最近拉回來之後 又站上基線 站上月線 那頸線也進行突破的話 我認為這是另外一個起點 我覺得投資面有操作布局 一定要在價格便宜 未接低的時候去布局卡位 你想想看 這段時間我們跟大家報告了 你在低檔布局 就會贏得幾個個股 像2010的春圓 我們上個禮拜跟大家報告的時候還在25塊多 今天又創了短波高點來到29.3 然後8064的冬節 我們之前跟大家報告的時候也是在月線跟月線附近 那在21塊附近 你看它今天最高又創了波段高點來的24.6 我覺得都是要在低檔布局你才會有機會持續的一個獲利 這也是我在今天提醒投資面有的一個操作策略 封路老師之前幫大家整理的個股 都是位在低檔的 季線附近左右的 但是今天已經看到相對高點的話 在這邊也要問封路老師 已經看到了像是剛剛的冬節 已經在相對高點的 還有之前你有提過一檔 十英元件的8289的泰逸 泰逸也是昨天有創高的表現 有看到36塊8 但是昨天的量還爆得蠻大的 昨天的成交量以這一檔個股來講的話 就有2.1萬張了 但是大盤在壓回的過程當中 今天他也跟著壓回量縮 你覺得在這種高檔的股票 先調節一半會是合理的選擇嗎 還是說他可以在經過回檔之後 還有繼續往上的空間 我認為衝高創新高有爆量的同時 那代表有很多人在這邊認為 他股價相對高才會爆量 才會獲利賣出 有賣出才會有這麼大的成交量 所以我往往都會跟大家講 當你在相對高點爆出巨量的時候 你一定是適當的獲利減碼 那我也說到你看看這兩天 這個指數還在創新高的過程 是不是很多個股都沒有獲得 這個資金的一個青睞 就比較難創高對不對 但你有沒有發現今天台積電 它讓出了空間 甚至於是整個航運個股讓出了空間 還有就像連電現在創新高 這也在進行休息 也在慢慢的把空間讓出來 但它宣示的是什麼 這一波能夠創反彈新高的是在電子族群 半導體族群 那相關的晶圓代工都長到這裡 IC設計當然也要進行反彈 那其他之前沒有跌到的 甚至創新高的 那是不是獲利調節完之後 再去買這些 位階更低 往上攻擊速度會更快的 反彈上面比較不會有 所謂的有獲利賣壓的公司 是不是比較容易 那會不會是我們舉個例子好了 會不會是像這種5351的預創 因為預創今天蠻強的 盤中極拉漲停 它也是相對位階比較低的嗎 確實沒有錯 你看它高點在53塊7 那它現階段其實 它也是比大盤強 一直都越在季線之上 而且我看到外資其實過去5天 買進了4天 然後它今天也是越過的越線 剛剛突破頸線 來我們來簡單一個技術分析教學 8月24號這一天 是它波段低點反彈之後的 相對高點之後再做回跌 那今天在突破了這個 8月24號的高點 就是頸線位置之後 同時它也突破了越線 突破越線 它提前波高點53.7 其實還有十幾個百分點 那當然相對的壓力就沒那麼大 順勢就往上做更高 那它不僅僅上漲 它同時還帶動了 立基型的記憶體的公司 像今天3006的金豪科 也在這邊整理完成之後 再進行反彈 位階是不是更低 對 好多弱勢股 好像都有止跌的跡象 沒有錯 這邊打底完成 你如果去看像 金豪科它商的相對比較弱 因為市場一直傳言 這個現貨價格在跌 但其實即便現貨價跌 現貨價在下跌的過程裡面 我們仔細去看 還是比它的第三季的合約價來的高 而它第二季到第三季 合約價是大幅成長 那第二季 加上上半年的整體的獲利 大概是6.92 那我看一下第三季的合約價 這樣子來預估 假設它的營收 如果照我們所 反而所推估的一個數字來看的話 它可能第三季 單季就可能賺一上半年 那其實市場反而還是在用過去的 用現貨價來看 產業的一個趨勢好像不太對 因為立基型的一個記憶體 它本來就是走合約價 跟大廠直接接觸 它跟現貨的一個市場 其實關聯度非常低 只有所謂的模組廠 它跟現貨市場關聯度才會大 所以我反而看到今天 好 5351的預算在往上涨 我相信很多有識之士 看得懂的人 他就會想說 那我要去布局誰 跟他一樣是立基型的 3006的金豪客 甚至於是2344的華房店 這都是立基型的一個代表 那股價都已經在底部裡面 整理了這麼久 如果它的獲利能夠跟得上 那馬上9月份營收就要公告 我覺得投資朋友 可以好好觀察 這一些的一個個股 位階低檔 然後剛開始轉強的個股